我路上出现了一段影片 这是宜兰有一名高职生 他在KTV里面遭人动手围殴 而且出言恐吓 包厢一路打进厕所 又被带回包厢 声响惊动了服务人员 开门关心 目前六个人一送法办 KTV内声响不断 黑衣短裤的高职生 遭人动手围殴 从KTV包厢一路打进厕所 这样还不够 人又被带回了包厢 下跪磕头认错 画面吓人 影片网路流传 是宜兰一名高职学生 在KTV内遭好几名男子施暴 行径相当嚣张 直接呛响要被害人去验商报警 声音太大 惊动KTV服务人员到场关心 被害人日前因细故 与有人发生纠纷 与有人一同前往KTV唱歌时 现场有人提起该纠纷 并要求道歉为国 被害人随即遭现场 庶民男子殴打成伤 并将涉案影片上传社群 眼镜引起其他人员注意 这群人的行为才稍稍收敛 不过影片曝光 下去警方也主动介入调查 双方因为先前戏故 没有获得妥善解决 KTV官场当场要求道歉 对方拒绝 动用私刑报复 动手的是名高职修学生 事后校方为相关学生进行辅导 被害学生家长也已经提告 警方巡线逮捕6人 以刑法伤害及防害秩序等罪 以刑法班 记得我们王生一览报道